一个一个用令草编织而成的袋子 有大有小造型非常特别 这是台南西港的舍林社区发展协会 所开设的令草工坊 这次因应疫情也特别推出趣味的防疫小屋 用不同花色的布来制作放酒精和卡片的小袋子 我们主要是在做令草的文创产品 那我们内部呢有许多包包啦 或者是生活杂物类型的 然后都是用令草相关的制品去制作的 那我们目前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也推出了我们的防疫小物 那就是可以结合就是我们平常外出啦 如果想要放酒精品啦 这个可以就是挂在包包上 需要有一些一卡通啊或悠悠卡 我们后面也可以放置那个卡片 那让你们在使用上会更方便一点 现在出门有很多人都会带干洗手 或者是酒精随时做清洁消毒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所以发展协会所研发的袋子 不但是让大家方便携带也美观好看 结合刚好我们今年西港香的挂油 对我们也推出鲤鱼DIY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在里面啊 塞像是一些香草啦或者一些 我们觉得比较有用的一些中药草 然后让你可以随身携带 然后也算是一种防疫小物这样子 除了放酒精的袋子以外 还有配合今年西港异乡的鲤鱼香包 虽然西港香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 不过现在推出的这个鲤鱼香包 也是庆祝建教活动的另外一种方式 记者林甲一西港区采访报导